看一下今天的作业 这个手部的作业画的就比之前的好了很多 这个清晰了很多结构啊体积啊都比之前要好很多 然后呢还是要注意一下形的问题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部分 这个手掌的部分呢 这个厚度感觉基本上没差 其实呢手部在这个根部的地方 也就是这边 它应该更厚一些 要注意这个特征 在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手掌的根部更厚实 然后对于这个手掌怎么去概括呢 可以先不去看中间的这个这一道 先把它概括的方一点点 我们有了这个方形之后呢 再在里面去找这个变化 那么这时候呢这个变化它就属于这个面 看起来就不会太突兀 然后看到这根小纸啊 这根小纸的角度 这个纸背 这是外侧面 在这里呢它往下清洗了 清洗下去之后呢 这条边和这条边角度就该更大 就用转折 然后在你这里边呢 是这样子 它就不符合这个体积 这样才能够表现出 往这个方向去的这个特征 你这个感觉呢是平的 这一点要注意 下面的这个手 下面的这个手掌比较难概括一点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照片 它是手掌的底部 先去找这里 让这块呢厚起来 然后这一片都是手掌 手掌吸水这一侧 这是小拇指的外侧 概括起来的话呢 它的手掌的体积大概是这个样子 如果指钩一圈轮廓 它就会显得有点平 有点薄 不太有体积感 还有中间的这一道 会不会太重 一定要保证它这个整体的大的体积 确立了起来 然后在这个大的体积之上 再去找一些小的变化 小变化要服从于整体 这样的话才能让这个画上去的每一个结构 在画面中待得住 并且呢 它能构成一个完整的整体 然后现在画上的这些 其实就是这条边和这条边 这条边 完全都是围绕着这个体积在画 我做到设计的时候 我是个问题的 我会想吗 我是个问题的 我是个问题的 我永久也会说 我可以把这条边 你是个问题的 我开始钮了 你 你 如果你 我